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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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桥其實蠻長的耶 很少在晚上走釣桥 這條吊橋是叫什麼名字啊? 滿洲鄉的港口吊橋 港口溪吊橋 這次跟鍾大哥還有潘大哥要來做夜間觀察 這個時候我們這邊離墾丁大街大概十幾分鐘 墾丁大街現在是非常熱鬧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去觀察的這個地方好像也會很熱鬧是不是? 對 不一樣的熱鬧 這邊是自然介紹成的熱鬧 所以我們過了這個吊橋就會到我們要觀察的地方 到底是什麼地方 在這個時候跟墾丁大街一樣熱鬧 我們現在去看看 好 這個就是對不對 這邊有看到了有在動有沒有 這邊一個在動有沒有 潘大哥 這樣看起來他們好像有點像那種海軍陸戰隊都從水裡面一直爬出來 對啊 因為它這個時間大概已經都已經下到那個水裡面產卵完 它產完卵以後它就沿...它只要上岸了 它回它家了 它們不是從水裡直接爬 它是從陸地上爬進去再爬出來 對對對 其實這種螃蟹我們一般我們稱為叫那個陸風型的海蟹 它產卵必須到水裡面去產卵 產卵以後它回到它的樹林裡面底層 就回到它的家 現在出來的大概有兩種 一種就是中型黃象手蟹 它量比較多的是中型黃象手蟹 它量比較多的是中型黃象手蟹 比較紅色的那種 紅紅的那種 它表示這種就比較不會有勇 它顏色不一樣 這個好像是煮熟的 那個好像是生的 對啊 每個都看起來好像是煮熟了 從那個西裡爬出來的感覺 它是甲殼類動物 它煮熟那個甲殼樹會變紅 但是甲殼樹不是只有煮熟才會變紅 那這一種就是它比較有邪向 就讓你可以看得到紅色 風型方向鎖蟹是很兇的螃蟹 很兇的螃蟹 對 那智蚊工蟹就比較沒有那麼兇 所以說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來了 我覺得實際上比較晚 我們看到是後半段的 它從西裡甲殼軟已經往上爬了這樣子 但是我們如果早點來的時候 是看到它從陸地上往下走這樣子 對 所以像我們經常在國家公園辦 那個護送螃蟹過馬路 那有些小朋友的家長 他比較不了解 他看到螃蟹要過馬路 他會很好心 護送他們到海邊去產卵 可是有些蟹媽媽可能在罵他 他聽不懂 他已經千辛萬苦過了這條馬路 到海邊甲殼軟 回家了已經過了馬路 你又把他搬回去 讓他再過了一次馬路 還是越來越多一直往上爬 他好像產完就走了是不是 其實螃蟹齁 分成海蟹跟淡水蟹 那淡水蟹它的軟比較大 那它的數量很少 就八十一百左右 可是它會把它爆 爆到已經變成小螃蟹 已經可以獨立的才把它放掉 可是這種那個江海型的海蟹齁 它是爆了一個軟泡就可能幾萬顆 可是它放到海水裡面 它就讓它自生自滅 其實它的算法就是我打散民主義 我幾萬顆蛋 你只要讓我百分之一活著 我就已經幾千隻了 所以它兩種是不同的一個繁殖型態 所以它們是一次是下幾萬顆的 對 下完就再回去了這樣 對對對 那一種就讓你說我蟹海戰術 它是以量取勝的 蟹海戰術就是這樣 蟹海戰術就是在形容這件事情 對啊 這種行為在這個時候是每天都會有嗎 大概是在中秋節前後它是比較大量 最多的時候會看到多少隻呢 說真的你如果在中秋節前一個禮拜左右那個時間的話 你會看到整條馬路上滿滿都是螃蟹 哇那不是很驚人 那一天如果下雨的時候會更好 它就整個更壯觀 有時候幾百隻上千隻它都有 那我們現在 我們也順著蟹的這個路的方向往那邊走 看看路上可不可以碰到它好不好 可以啊 可以啊 上面可以可以 這隻紅色盔甲的鹿蟹 舉著兩隻大鱔 橫行霸道 果然派頭十足 一副兇狠的樣子 可是再怎麼兇狠 還是抵不過滾動的車輪 每年中秋前後 墾丁國家公園就會舉辦 互送螃蟹過馬路活動 請民眾一起來保護螃蟹 一方面讓母蟹安全殘暖 一方面進行環境教育 尤其墾丁香蕉灣一帶 據研究是全球路蟹 奇異度最高的地方 其中還有只在台灣發現的世界新種 可別因為我們的方便 讓他們成了輪下王魂 中秋前後來到這裡 除了聽橫春吊 泡湯 吃羊肉爐 也可以散散步 護送螃蟹過馬路 只是要小心 別幫倒忙 把螃蟹送到他不想去的地方 Cir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